我和我男朋友今年已经打算要结婚了 结果他突然跟我说他要跟我分手 他说他受不了我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话 每个女孩子从小到大的心愿 就是要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成为一个完美的新娘 因为每一个女孩子毕竟这一生 不出意外的话 他只结一次婚 那我肯定也想我的婚礼能够完完美美 他跟我说他要跟我分手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涛23岁来自江苏 是项目几率 你嘉宾小齐23岁来自江苏 是一名淘宝店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怎么认识的 就是2013年大概9月份的时候 我跟他在朋友一个party上认识 然后他那个时候有男朋友 后来就是14年 他男朋友劈腿了 我男朋友劈腿了 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 然后他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 对我特好 然后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今年5月份的时候 他跟我求婚 我们俩就订婚了 然后本来打算今年年底结婚的 可是他突然说他不要我了 他以前就是我跟他挺相爱的 订完婚之后他就变得特别作 那是作吗 我就是想要一场完美的婚礼 怎么作吧 他就为了身材好一点 穿个婚纱好看一点 他就整天就吃一些菜叶子 那不是吃菜叶子 那是一个很合理的 一个瘦身食谱 很多明星都是照这个食谱吃的 你知不知道呀 早上吃一个白水煮蛋 中午吃一个开始烫菜 晚上吃一份蔬菜沙拉 你吃个菜叶子就吃个菜叶子呗 你还拉着我干嘛呢 也得吃是吧 对 也得吃那菜叶子 那他陪陪我我不是有点动力吗 我一个人我也坚持不下去 这是小事啊 不至于啊 就陪着吃呗 上次我一哥们他喊我出去撸个串 他也不让我去 凭什么他能出去撸串 我就得在家吃菜叶子啊 不是 你也可以去啊 那我要是去了的话 坚持吃一个星期菜叶子 它不就没什么意义了吗 不是 你带着一盆菜叶子去 看他们撸我 不行 反正我就是不让他去 他当时就是手里拿了个菜叶子 眼泪就巴达巴达往下掉 我实在没办法你知道吗 我说算了我不去吧 他不仅为了这个结婚 为了就是说减肥 他要美白 哪个姑娘不想自己白白的 你整天这防晒霜一层一层的 还要穿个防晒衣 还要打把伞出门 我跟他出去逛个街嘛 就忘记带伞了 我们就专门挑那阴凉的地方走 然后走着走着要过马路了 他就不肯走了 在那跟我闹着啊 那你跟大家说说我那是为什么呀 我那不是就是为了治你犯懒吗 咱们是不是走到家楼下的时候 我跟你说没带伞让你回家去取 你就非跟我泛懒 非不去取 还跟我保证说什么 这一道都是阴凉的 肯定没有晒到太阳的地儿 那这不就有晒到太阳的地儿了吗 那不就几步路吗 一条马路 我就是不走 我就要治治你 至于吗姑娘 过个马路晒不着吧 南京太阳你不知道 它得多热呀 它晒一下 我觉得我就得黑个两三度 南京太阳没那么烈呀 你看它这个肤色 就是在南京那太阳晒出来 除了这个减肥 美白 它还去练瑜伽你知道吗 挺好的呀 练瑜伽它还要带着我 瑜伽房里全是姑娘 就我一个 那练瑜伽大家也都知道 这就是全民公认的 都很健康的一个受认方式 那你都不同意我吃菜叶子了 我拉你去练个瑜伽 你也对我不高兴 它天天回家 一回家让我陪它练瑜伽 然后呢 还让我做一百个俯卧身 一百个亚链 那你现在能做吗 能能能 你给我们做二十个 这都是我练出来的 这挺好的 来 起来吧 起来 这多好啊 绝对健康啊 以前不能这样 你看现在多好啊 这得谢他呀 没什么呀 我每天就是上班就挺累的 你知道吗 然后回家就想吃个饭 洗个澡 休息一下 哎呦 你这给他调养的真好 你看他做完以后一点不喘气 说得特别流畅 问题他是太苛刻了你知道吗 他苛刻到什么程度 必须就是说 不管我多累 不管我说多 就是不管我都不会多累 以前我让你陪我干什么事的时候 你都高高兴兴陪我干 我不叫你 你还跟我生气 我现在叫你陪我干个什么事 你就全是牢骚 我就是想要这么一场完美的婚礼 但我就觉得他不重视这个婚礼 我就对他这点特别不满意 这个我觉得都是小事 没什么 调整一下就好 你说他什么事都不愿意陪着我就算了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订桌的事 我希望能请66桌人 因为咱们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都喜欢6呀8呀这样的数字 我就觉得66它这个数字特别好 象征着我们俩婚后的生活 能够幸福顺着溜溜的 那我们家总共才多少人啊 总共也才二三十桌 你让我去哪测试66桌人啊 这个挺蛮的 66桌 660人 你微信好友什么的都给他发问问看 你觉得但是请这些人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了 我不就想让大家见证一下 我有个幸福的婚姻 我这事没事 今天所有来录像的老师们观众们 管我们火车票 管我们住宿 我们去 为了你们的幸福我们去 这个我同意啊 你得问他同不同意 兄弟有那么多 你懂吧 我懂我懂我懂 但是就是说 请66桌那么多人 你知道我单位人怎么说我吗 就说我 你是不是结婚要把大半辈子的那个分子钱给赚回来 我我在乎的 不是他们带不带钱来 你可以跟他们说他们不用带钱过来 来吃这顿饭就成了 不是那这个饭钱谁出啊 他们家出 你不出点 我们家已经出了我的嫁妆了 怎么还出饭钱呢 这个经济上有压力吗 很有压力 你看有压力啊 未来日子不是还得你们过吗 那这个事咱们先不说它了 我跟你说的婚礼主题的事 你也给我定不下来 你整天的婚礼主题就三天一换 然后呢策划公司换了很多家了你知道吗 你要什么主题啊 我一开始想了一个自行车主题的 就是我在网上看了一个特好的那种环保主题 就是新郎和新娘骑个自行车 后面车队就是自行车车队 我觉得这个很好嘛 它标心立意的 他妈就说觉得这个有点上不了台面 不是传统婚礼了 那行那我就换吧 我又想了一个那个就是水下蓝色主题的这么一个婚礼 就是咱们给每个宾客都给他配上一个就是潜水服 然后给他配个那个氧气面罩 我们俩也这么穿 然后在水下那里多为美啊 你说拍个照片都那么好看 那你们去哪儿潜啊 就是去找个水下的那种 就是一般那样高级酒店 哪个高级酒店能 C660个人同时在池子里 吃饭的时候给他拼个66桌 然后下水的时候 就是亲朋好友这么来一下就成了 我想的特好 他就跟我说说这个事容易出危险 说他们家宾客也没几个会游泳的 好我这又想了我又想了一个那个就是中式复古的 我像一个格格一样他像我的驸马一样 然后我穿个那个格格的衣服 然后戴个格格的那个头套 你那衣服得多胜人啊 我那个怎么胜人了 他就到时候骑个马然后后面跟个八台大叫到我们家来接我 然后他妈也不同意他妈也说这古灵精怪的怎么地怎么地 你也在那推推脱脱的 录什么VCR 就是我们婚礼之前给你 那我是不是陪你去录VCR了 就是我以前跟他出去约会的地方吗 都给拍了 他之后还给我让我爸妈去蹦个集录个VCR你知道吗 不是你爸妈蹦机然后喊什么呢 喊就是说让他嫁给我吧 就是这意思 让你爸妈喊 对啊 这不是挺浪漫的吗 这我爸妈多大岁数了心脏受得了吗 我不就是想让你爸妈这样一喊完 我不就能闪亮灯场了吗 他爸和他妈喊 小七嫁给我吧 嫁给我们儿子吧 如果你真的要他们喊 爸妈跳下去可能不会喊说 嫁给我儿子吧 儿子会喊救命啊 是 我也想到这了 我就说你爸妈不录 你给我录一个就行了 那你又推三组四了 我跟你在一起多久了 我多恐高你不知道吗 恐高他是可以克服的 那个电影不是你陪着我看的吗 高原和赵又廷演的那个电影 赵又廷他逝的那个角色 他也有恐高症 怎么人家就能为了高原院去奔这个集呢 你不是每家人结个婚都得去蹦个集 那我不蹦就不行了是不是 你整天就能不能不要活在电影里面 就整天患的患失的 你就是不爱我了 我让你干个什么你都不愿意 我让你陪我干个什么你也不愿意 所以他现在提出要跟你分手是吧 他就是不爱我了 他整天现在还疑神疑鬼的 我每天一下班 手机必须得上交 他没有翻到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然后呢他就说 你是不是给我看之前把东西都删干净了 你那肯定删干净了 谁还没有个异性同事 谁还没有个异性朋友 我都有 那我有异性同事吗 不是你是什么单位呢 就是建筑方面的嘛 才是大老爷们 没有 谁还没几个异性朋友呢 你别说你异性朋友也没有 有 但是就没有聊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他不信任我 他要求我每个礼拜跟他随机换一天 交换手机使用 然后呢就是说 他随机的那种 就生怕我跟别人说算中好了 我明白就抽查是吧 然后我工作上还挺忙的 就是说有些电话 什么领导电话 什么短信都收不到 就很耽误事 他过去不这样吧 他过去就不这样 就订完婚之后就变得 就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姑娘 我这样不是想如果我抽这么一天跟他换的话 他就没办法给他外面什么小情况 什么偷问报信了 你觉得他有情况吗 这也得问他呀 可是我压根外面就没有人啊 他之前看到什么那个离婚律师嘛 就姚神眼的那个 他非要让跟我签什么条约 就是结婚以后 所有家伙都得我来干 就不管我多忙都得我来做 然后还有第二条呢 你身为一个男人 你干点家务活怎么了 我这个要求过分嘛 你问问台下这些女孩子 哪个女孩子的男朋友 不是在家里干家务活的 我不是也帮着你干吗 你那叫帮我吗 你把他把那个吃饭的碗 就是往那个池子里一放 然后呢 就是说喊我过来去洗碗 除了这条还有什么呀 就是所有的家务你干 还有那个就是说 他在外面忙 不开心了 或者心情不好了 我十分钟之内就必须得出来见他 等于谈恋爱的时候都没这要求 结了婚要这样 对 干嘛要这样呢 姑娘 我这就是希望我婚后 能有点保障呗 啥保障 你看他这么帅 我觉得心里头特别安全感 他要分手 你不想分 但是他还得满足你这些要求 是吗 我问几个硬性问题啊 66桌能不能改桌 不能 你的主题婚礼怎么弄啊 能变吗 主题婚礼我已经妥协了 我说了 我愿意去接一个这种传统的婚礼 他后来是愿意花那个主题 办一个很普通的那种婚礼嘛 但是在这之前那个他在网上找了一个很著名的那种 这种策划公司嘛 大概是30万 就全部 只是布置和策划 对 只是布置策划 就要30万 然后我爸妈当时就不同意了 他就跟我妈在那结 当时我爸妈面说 就你们家想不想结婚了 二三十万就出不起啊 这么想空手套白狼啊 这么抠 当时不是 不是针对你妈的 我那是对事不对人 就你妈那个态度在那 说什么 你这个婚怎么结啊 这么贵 你看哪家人想娶你 这是什么话呀 这个 有房吗 有 谁出的 我们家出的 有车吗 车他们家出 他那是个什么车 你那是个什么房 140这样子的 你那房140啊 对 在南京啊 对 全是爸妈给的 爸妈给的 那他那什么车呀 他就是30万的轿车 就赔一个轿车是吧 还想要啥呀 一个轿车已经够了 人家结婚都这样的 我就问一下 人家没要 姑娘 咱不用那家策划公司 行吗 我想用 婚还想不想结 想结 我就不想结了这婚 真的 真不想结了 订完婚之后 他整个人就变了 你知道吗 我在想 如果结完婚以后 我们俩又是 又是另外一种 什么样子 那我做这些 不都是因为我爱你吗 我吃菜叶子 我去健身 我美白 我不都是希望 我们两个到时候 能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吗 那你们男人不都爱比 谁的新娘子漂亮 谁的女朋友好看 谁老婆最美 那我不就是想让你 拥有一个完美新娘吗 我这么做有错吗 我 老师们 看一看啊 这喜事办得够闹心的了 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秋彼特文件 你们两个其实是很配的 但是你们两个 彼此立场 看法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女生 有一点是这样 如果你连这些考验 都不愿意做 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 可是对男生来讲 你认为婚礼就是那么一天 但婚姻是一辈子 你为什么要用这一天来为难我 你很害怕 以后你们的婚姻 就是这样的挑剔 跟许多的苛求 我来讲一下我自己的小故事 我结婚的时候 你知道我老婆给我出什么难题吗 她要一个演唱会婚礼 然后我就非常深圳 我说老婆我要当新郎 已经很累了 我要照顾很多事情 然后我还要开演唱会 然后我老婆当然就为这个事情 我们也吵了两个月 我跟这个男生一样 一度觉得说 我不要结这个婚了 可是我突然想说 我老婆要的梦想 就这么一次 我为什么不累一点 让她知道我疼她 所以你知道那一天 我们办了一个演唱会婚礼 弄得跟好像周杰伦的演唱会一样 有开场灯光音响 还有舞群 然后中间有一段 我老婆才从阶梯 她爸爸带着她 在演唱会中 我们再完成了结婚的仪式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是你是有能力的 对不对 对 你不是说你开一个演唱会 你弄得左邻右舍 都特别不安 没错 川哥讲到一个非常重点的事情 我认为婚礼有两种办法 一种叫做豪奢的婚礼 一种叫精致的婚礼 豪奢的婚礼是用钱扎的 精致的婚礼是用心办 我认为女方 我觉得基于你们的经济能力 我不建议你们办一个什么六十六桌 要去凑什么这个吉祥的数字 吉祥数字都是假的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才是真的 但是我跟各位讲 你以为我老婆真的是要为难我 不是 她说老公 我办演唱会婚礼不是为了我的梦幻要求 而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你的音乐 因为你是一个音乐人 我想让全世界知道 我老公很会唱歌 幸福是在争取妥协和权衡当中 争取最大化的幸福 所以我说两个问题 第一 幸福是对方主动的给 不是自己野蛮的药 如果她今天答应了你所有的要求 但是愁眉不展 你会高兴吗 开了六十六桌 但整个结婚一天下来是阴沉着一张脸 父母确实是蹦了急 说着你嫁给我儿子吧 但不是心甘情愿喊出来的 你觉得你能高兴吗 你说逼着别人说赞美我 你说我很好 我是个好妻子 你觉得有劲吗 身价是别人抬出来的 不是自己要的 如果对方心里真的在乎你 他自己主动的 会去给你一个你想要的梦幻性的婚礼 但如果他不愿意给你 逼着他要 你觉得有劲吗 所以说你这么一做 是自贬身价 话又说回来了 你们所有的婚礼几乎都是父母给的 车也好 房也好 六十六桌也好 那么你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证明你不爱我 那我想说的是 如果他就是拿不出这道婚房 又或者是给不了你六十六桌 那你接不接呢 由此就说到第二个问题 爱情能否被证明 我曾经主持一个婚礼 高朋满座 放了N个VCR 全都是些明星 祝福某某某跟某某某某结婚 自己花钱买的嘛 人家根本不认识你 钱全是父母花的 你觉得有劲吗 而且他们亲口在我们面前说 我是主持人嘛 你是否愿意嫁给他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娶他 我愿意 事实上证明 他们俩都骗了我 他们最后就离了婚嘛 有意义吗 爱情可以被证明吗 所以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 婚姻需不需要形式 需要 但形式不能证明我爱你 我还主持过一种婚礼 就那么几个人 夫妻两个人 亲手去买喜糖 亲手携请帖 自己去布置新房 所有的东西都自己亲力亲为 他们享受的是婚姻筹备的过程 而不是婚礼盛大的场面 形式证明不了爱情 再庞大的婚礼 不过是结给别人看 自己有几斤几两 你不清楚吗 我话说实在的 如果这个房子是一天一天攒出来的 今天攒一个平米 明天攒一个厕所 我认为那有爱情的沉淀 今天攒个方向盘 明天攒个轮胎 我觉得那车开起来 不舒服 但是就你们现在这样的 所谓的形式的婚礼 一点意义都没 这婚还是不要结了吧 要结的话 最起码得你们自己 沉淀出一点真实的东西 再去考虑所谓的婚姻 仔细想想 到底是婚礼出现了问题 还是情感出现了问题 你们的爱 经得住你们自己的折腾吗 你们自己仔细地想一想 下面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刚刚听了老师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就想说 我做这些都是因为我爱你 不管我为了你去吃菜叶子 还是去练瑜伽 还是美白防晒 我都是希望我们两个的婚礼 能是最完美的一场婚礼 我都希望我是婚礼上 最完美的那个新娘 因为我自己本身并不完美 所以我想要追求完美 可能我用的方式错了 我希望你能 你能原谅我 我都能改 我可以不要六十六桌 我可以不要你爸妈奔解 我可以不要你给我奔解 我就希望你能 留在我的身边 不要离开我就好 今年结婚也好 以后结婚也好 我就希望你别离开我 男医生 我觉得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博弈的工具 好不好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不要再那么远都已经出来了吗 你说这要是一堆宾客啊 六百六多人看到新郎和新娘出来的时候 是这么两张脸 你说我们还有心思喝这酒吗 你干嘛出来啊 就是我就觉得 可能我以前不够包容你 不够理解你 我觉得女孩子都是这样的 可能都会有这些想法 对不起 谢谢 哎呦 哇 哎呦 我